金鱼钓栏叶子发黄怎么办?三种原因及解决办法。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金鱼钓栏的小知识。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。 金鱼钓栏是一种观赏性很强的植物,其枝叶翠绿,比较肥厚,看着十分可爱。 你看那橘红花的花朵,挺着大大的肚皮,有如金鱼一般。 许多家庭都喜欢养殖金鱼钓栏,但是在养殖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。 例如,金鱼钓栏叶子发黄怎么办?烂根现象等。 下面就来说说,金鱼钓栏叶子发黄原因及解决办法。 一、光照不适。 金鱼钓栏喜欢生长在比较阴凉通风环境下。 若在平时养殖中处在光照太强环境下,就会导致金鱼钓栏叶子出现暗淡。 最后,直至叶子发黄现象,解决办法。 所以,我们在养殖金鱼钓栏时候,尤其是在高温的夏季,要注意避免烈日暴晒,进行适当遮阴。 二、浇水不当。 由于金鱼钓栏对水分需求比较高,在平时浇水过程中,出现浇水过多或者浇水过少现象时,都会导致金鱼钓栏叶子发黄现象。 解决办法。 大家在给金鱼钓栏浇水这个问题上,一定要注意,浇水不可过多,以免积水严重,浇水比较少,可适量添加水。 同时,喷湿叶面水,保持盆土湿润。 三、温度不适。 金鱼钓栏最适宜生长温度为20度左右。 当植株生长温度高过30度时候,长期处于次环境下,就会造成叶子发黄现象。 如温度低于10度时候,也会导致叶子发黄。 解决办法。 所以,我们在养殖金鱼钓栏时候,就要保持合适的生长温度。 在夏季高温时,可移入室内半阴处。 冬季摆放在温暖位置。 例如有暖气旁。 结语。 以上就是金鱼钓栏叶子发黄三种原因及解决办法。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,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。 谢谢。